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,它时刻都会发生一些奇怪又难以解释的事情。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15个被相机拍摄无法解释的比起画面。 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,一束强光突然从云层中透出,紧接着一个黑影被吸入光中,而后消失的无影无踪。 这究竟是超自然现象还是精心策划的合成事件? 人们对此充满好奇。 沈阳河附近的商场上空发生了神奇的景象,一道巨大的光柱从天空中射下,光柱上还伴随着许多横线,犹如一座天梯。 这奇异的天空现象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和摄影机的镜头,人们纷纷猜测,这是海市蜃楼的幻觉还是不明飞行物所散发的神秘光芒。 当地的迹象专家对此进行解释,称这只是一种普通的天象。 然而,这并未平息人们对这奇异现象背后真实性的好奇心。 一个男子与朋友在船上嬉笑时,突然在平静的大海中伸出一只手指纤细,带着锋利指甲的不明生物,他仿佛随时准备袭击男子。 随后又迅速消失。 这令男子感到惊讶,他的朋友将这一奇异景象拍摄并上传至网络,很快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。 人们纷纷猜测,这可能是巨型水怪的出手。 究竟这只怪手是何种神秘生物呢? 这段视频来自西西兰一下客机上,远处的半空中悬浮着一物体,近距离观察,它的尾部还具有几根长须,形态异常奇特。 这究竟是一种独特造型的风筝,还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? 在夜幕降临时,一个男子展示着一种神秘的巫术。 他将全身力量汇聚于手掌,不断敲击树干。 然而,接下来离奇的一幕发生了,树干的背后突然出现出一个黑影。 这里目睹这一景象的人们感到恐惧不已。 有人说,这是树中的树林现身,也有人则怀疑,这可能是人为的扮演。 你认为其中可能是哪种情况呢? 一段令人惊讶的视频在网上被无意间拍摄到,天空中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。 它逐渐扩散,并形成了旋转的螺旋状。 随后就看到,不明飞行物向下方射出一些小光点,片刻之后又消失无踪。 许多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表示怀疑,然而,如何解释这个奇特现象呢? 这个问题令人们困惑不已。 这段视频来自一名生物学家拍摄的原始森林纪录片。 它无意中捕捉到一个奇怪的小异物。 这个生物毛发稀少,举止怪异,甚至有些类似外星人的外貌。 然而,遗憾的是,在拍摄过程中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。 因此,关于这个小异物的一切都成了未知的谜团。 这个谜团引发了人们对这个奇怪生物的猜测和好奇心。 在美国俄亥俄州新星大体,一系列诡异的现象在太空中上演。 朵朵洁白的云磅礴,按照某种神秘规律,排列成了特殊的符号。 让人不禁思考它们所代表的意义。 难道这些神秘符号是外星人之间秘密交流的信息吗? 2013年1月,一位工作人员在检查红外摄像机时,拍摄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。 但它看起来更像是幽灵或是某种未知的生物。 起初,人们以为它可能是一些在扭动的植物或动物,但仔细观察它的移动方式,毫无疑问,它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东西。 它的外貌像是一个女人,拥有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和长长的头发。 这个神秘的生物引发了人们的恐惧感。 您认为,这究竟是怪物的存在,还是来自外太空的生物呢? 大小怪,两位年轻人在森林里徒步时,其中一个人拍到了令它们震惊的画面。 视频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猩猩般的生物,在丛林中行走。 这个生物的体型远超普通的猩猩。 一些生物学家称之为大小怪,而其他人则认为它是一种身份不明的未知动物。 在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,日本发生了一次9.0级的大地震,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海啸。 海啸的巨浪高达9米,摧毁了许多建筑物。 有一段视频显示,在海啸到来时,某种白色的生物从水中跃出,然后迅速爬到房顶,最后消失在房屋的阁楼中。 这个场景令人不寒而栗,而这个白色生物究竟是什么,能够如此快速地从地面上一跃而起。 黑色的影子在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,它在水中上下跳跃,看起来像是一种拥有手臂的鱼类。 这个奇异的形象让人感到非常诡异,它到底是什么生物? 注意看,那群奔跑的是什么? 在雪地中,一群白色生物快速奔跑着,其中有两只甚至跳进了院子。 仔细观察,它们看起来像是一团没有明确形状的生物。 究竟是什么东西? 没有人知道答案。 这是2010年发生在萧山机场的离奇事件。 多个不明发光物体出现在飞机前方,然而雷达上却无法探测到任何信号。 为了乘客的安全,机场部门只能暂时停飞进行观测。 对于这些物体的出现,机场工作人员也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。 究竟是什么东西? 无法给出确切答案。 网友偶然拍到此震惊的画面,远处的一个小光点,逐渐向月球飞去。 随后,月球上爆发出巨大的烟雾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蘑菇云。 这一幕让人不禁产生疑问,究竟是雨时撞击,还是视觉上的错觉所导致的?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